我是中山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的副教授 我的研究的领域呢 是在机械仿生和航天应用这两块 我是一个机械出身的 善于数学建模的 而且喜欢动物的这样一个研究者 对于我而言呢 经常把一些仿生的智慧呢 运用到各种各样的科学问题 或者在工程实践当中的解决的过程当中去 提到动物之后呢 给大家拿出几个问题来 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思考 那首先呢 第一个问题 对于我们蜜蜂来说 蜜蜂存不存在舌头 之后它在引用蜜的时候呢 它是用吸的方式 还是在舔的方式 另外一个问题呢 橡皮呢 和人的手去相比 谁的灵巧度更大呢 橡皮的这个鼻道里面是否有鼻毛呢 我们通过这些方法的探究呢 能够得到一些仿生的智慧 2012年的4月份呢 我在清华园的图书馆之外 看到了一只蜜蜂 这只蜜蜂呢 降落彩蜜飞行的过程 一气呵成 当时喜欢刨根问题的 我就心中有一个疑问 它是在怎样短的这个时间内 完成了这样一种高效的 这种花蜜的这种摄取的呢 这个摄取的过程 对于我们的这个仿生研究 究竟有怎样的一些启示呢 带这样的问题呢 我做了一些文献调研 那么文献呢 停留在1956年 昆虫学家给出的一个说法 Snogdress教授呢 给出了这个昆虫学的一个解剖 那他解剖了蜜蜂的这个口气 之后呢 介绍了蜜蜂的舌头呢 是一个毛刷状的结构 通过这个毛刷状的结构的往复运动呢 转运这样的粘度的这个流体 由于当时呢 并没有存在这个高速摄影技术 也没有这个显微成像技术 所以说他的研究呢 仅仅停留在一个猜想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为了进一步的了解蜜蜂 怎样去射蜜的呢 我做了一个研究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花蜜当中主要的成分呢 是折糖 那我们把花蜜等效成折糖溶液之后 可以看到呢 折糖溶液的粘度 随着浓度 大家看到右边这条线呢 是指数形的一个增长的过程 那简而言之呢 如果我们的折糖溶液浓度 从20%跳转到70%的时候 它的粘度 不仅仅跳了3.25倍 而是跳了180倍 所以说在转运这么高浓粘度的 这个流体的过程当中呢 对于蜜蜂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毛刷 去占取清水和占取油漆的时候 当然是在占取油漆的过程当中呢 它产生的粘质阻力最大 不可避免的 就会产生一些微结构的一些磨损 但就我们观察而言呢 在蜜蜂的这个实际的 一个多月的采密的过程当中 它的中唇蛇的钢毛呢 并没有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个磨损 那蜜蜂是怎样做到 这样一种非常节能 而且又能够避免磨损的 这样一种隐秘的模式呢 为了近距离的观察呢 我在香山的蜂农那儿呢 买了一箱这个蜜蜂 之后呢 因为清华园比较拥挤 没有这个室外的养殖条件 我把蜜蜂拿到了室内 给它装修了一个室内的家 这个室内的家呢 包含几个部分 就是一个蜂箱 一个可以活动的这样一个腔体 还有呢 一套空调系统 那我们装修好这个家之后呢 蜜蜂呢 白天呢 就可以出来去采蜜 这样也给了我一个 近距离观察蜜蜂的 这样一个条件 当时呢 我用一个试管 加一滴折糖水 放入一个蜜蜂 放在显微镜下呢 简单地看了一下 它的这个隐秘行为 当时我的直觉告诉我 可能它的这个钢毛呢 并不是一个静止的钢毛 但是由于实验条件所限 由于我们的实验思路呢 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我们并没有完全地去揭示 其中的一个道理 在2012年的6至11月呢 我去了加拿大的阿尔波塔大学 开展了暑期研究的一个工作 当时研究呢 是研究一个磁流体 在磁场的作用下 由上到下降落过程当中的 一个形变 由于实验条件所限呢 我们遇到了一个瓶颈 因为当时的摄像机呢 只能拍摄高度将近10厘米的 这样一个视窗 当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呢 我的合作导师 Alidad Amethresity教授呢 拿起了他在桌子上的 三个乐高块 之后拼装在一起 压张在手里 说你可以用这种拼装的方式 去尝试 之后呢 我用拼装视窗的方式呢 把磁流体液底 从高处到低处 降落过程当中 整个形变的过程呢 进行了清晰的排摄 而且完成了这个课题 当时我就突然想到 如果说我们用这样 拼装拼接的方法 是否可以解决 观测密封的中唇蛇 在隐秘过程当中的 一些动态行为呢 回到清华园之后呢 我们借助了一些资源 之后呢 我改装了一台 这个显微镜 把显微镜呢 和高速摄像机 结合在一起 之后呢 自己自制了一个 微型的一个 狭缝的水槽 把密封经过训练之后呢 放到这个狭缝水槽里 去观测 当然其中呢 也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 由于密封的不配合 经常遮我啊 我的身上长了很多的疹子 到后来呢 我们克服了 相应的一些麻烦之后呢 我们逐步的呢 和密封呢 形成一种非常好的 一个合作关系 经过了半年多左右的 尝试试验 和密封的磨合等等 克服了一系列的困难之后 终于在一天的深夜 我拍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可能是 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看到 密封的中唇蛇 在隐秘的过程当中的 一个动态的一个行为 那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 密封呢 实质上是一个放慢的视频 可以在一秒当中呢 最快达到了 五次的一个往返 这种小且快的运动呢 拿我们肉眼来去观测 甚至量化的时候 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建筑现在的 这些实验设备 通过我们改装拼装的方法呢 就可以实现 这样的一个观测 另外呢 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非常神奇的是 正如我刚才所猜想的 我们的密封中唇蛇的肛毛呢 它是一个可以动的结构 简而言之呢 在入密的过程当中呢 肛毛是收拢的 之后呢 到达最大的伸展位的时候呢 肛毛打开 密呢 充盈在肛毛的这个间隙当中 之后回撤 那么我们力学出身的人 喜欢用一些力学的方法 去解释其中的一些原理 那么怎么办呢 我就想到了 用力学的基本的解释的方法 去测算密封在隐秘过程当中 利用这样动态的肛毛的这个形式 是否会起到结弄的作用呢 那么我们通过 我们的一个模型的计算 可以肯定地看到 如果密封的肛毛 是不能动的一个死的结构的话 它的这个能耗呢 是百分之百 那我们如果有一个 可以动的这样收缩的这个结构呢 能耗可以大幅地降低 通过这个实验之后呢 我们想到了一些建模当中的一些点 我们也想着把这一部分的这个 仿生的机制的观测 能否用运用在我们一些 为国为民发展的 这样一些场景当中呢 于是我们想到了一个 精准医疗当中 测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的体液 尤其是血液的检测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精准医疗的检测呢 要求你一滴的血液 之后呢 通过某种微流量泵的转运作用 放置在不同的反应池里面 之后呢 精确地检测您的血脂 您的血糖 甚至是病原体的一些检测等等 但是对于血液的这个转运而言呢 它现在的技术呢 有一定的难度 那我们制作这样一个 微流量泵的时候呢 需要考虑到 它要在高浓年度 且低流量的情况下去实现转运 而目前您看到的这两种流量泵呢 我们看到是多序列的股市 还有一个旋转的这个泵的泵体呢 无法去满足同样的 就是高浓年度和低流量的 两个共生的条件 而针对于这一特性呢 我们发现我们的蜜蜂呢 是天然地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 所以说呢 我们想到了 如果用蜜蜂的中唇蛇的 这样一种可动的结构 设计一款微流量泵 不就解决了这样的一个微流体当中 包括像是这个精准医疗当中的一些问题吗 于是呢 针对这个思路呢 我们研制了这样一款组件 这款组件呢 事实上就是我们看到的 仿照蜜蜂中唇蛇的这个 变体结构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 通过这个设计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和目前我们市面上 用到的这种微流量泵相比 它可以大幅度地去减少能量的耗损 也让它的寿命呢 得以提高 那我们的课题组呢 现在也在把这样的一些 微流量泵的应用呢 运用到我们精准医疗 大健康的这个行业当中去 包括我们未来某一天 可能您在运用到 我们的这个 仿蜜蜂中唇蛇的 这个微流量泵当中呢 可以去实时地去检测您的血糖 检测您的血脂 之后呢 有一个精准的一个反馈 之后呢 对您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呢 进行一个合理的管控和调控 那同样是这样一个 仿生运用的问题 2015年的时候呢 我遇到了另外一个 非常棘手的问题 那这个棘手的问题在哪呢 我们期待去设计一款 仿生的柔性的软体机器人 去帮助航天员 在舱内完成一系列的 一些精准的操作 那这里有个问题说 为什么我们要用 仿生的软体机器人呢 因为航天器的舱内呢 我们是一个人居的 狭小的一个环境 我们要保证 对航天员的安全 也要对航天器内部的 一些精密设备的安全 所以说做柔做软 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当时呢 我们想到了一个仿生对象 结合我前面的一些 仿生的一些研究基础啊 我想到了 直接用橡皮去模拟 当时我们做了一款橡皮 大家看到右面这个机器人 那这款机器人呢 直接拿硅胶和仿生气囊去组成 之后呢 我们去抓取转运 分选操作各种物质 这个仿形的这种机器人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能够完成一定的功能 但是我们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发现 它的力控制精度非常之差 每一次的力控制呢 拨动了将近拨动40%以上 而且呢 我们又发现呢 它的运动精度很差 经常出现抖动的情况 那么在吃重的这个环境当中呢 根本没有办法去引用 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 如果我们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何不返回到 我们最初想要探究的那个动物实体 我们的橡皮呢 大概这样一个问题 2015年呢 我来到了美国组织亚理工学院 和我的合作导师 胡立德教授呢 开展了橡皮相关的研究 当时呢 我也成为了 在这三年当中 和亚特兰大动物园 两头母象 Kelly和Terra 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食指上 橡皮呢 可以抓取转运 各种各样的物质 您看到这是我们在 亚特兰大动物园 拍摄的一个 它在抓取芋头块 抓取各种大型的小型的 蔬果的时候的一些 抓取的一些食品 那通过这个抓取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抓取呢 进行一个量化 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们的橡皮 能够抓取一系列的物质的话 那它的物质的这个尺寸的范围 将近跨1000倍 将近三个量级 可以抓一些肤子粉 可以抓一些穀物 也可以甚至大的一些树枝 和西瓜等等 那它对于我们的仿生设计而言 有怎样的一些启示呢 我们是否可以把它 推到一个自己能力的边缘 去尝试最柔翠的这个物质呢 这样的话 才对于我们的仿生设计 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 和指导的作用 当时我们一直在构思 选用什么样的食物 去喂大象 才能测试它最温柔的这一面 当时呢 我们在实验室里找 找到了美国人 最爱吃的一种食物 这是一种墨西哥薄翠饼 这个墨西哥薄翠饼呢 是玉米压制的 厚度非常之薄 只有0.25毫米 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平面上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即便是你用你的手去抓 在这个过程当中 做到无损的抓取 都非常非常困难 那么我们把这个墨西哥薄翠饼 放到大象面前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心里犯着疑问 说是否大象可以实现一个 精准的无损的一个抓取呢 因为这只大象呢 从生下来呢 就已经在动物园里 所以说它每天的食谱 有非常严格的这样一个记录 我们查询了它将近34年 35年的这个食谱 它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 非常柔翠的一种 具备挑战性的一种食物 连陪伴了它十多年的饲养员 都无法确定 它是否会用一种柔性抓取的策略 把这样的一个柔翠的物质抓起来 但事实上 经过我们的实验 又一次验证了 橡皮非常的精巧 橡皮非常的厉害 那么橡皮 这是一个慢速的视频 在三秒之内 可以完成一个 轻质的墨西哥薄翠饼的一个抓取 那这个抓取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实时的接触力 通过我们下面的底盘 可以去接触 可能控制到 橡皮整个壁体150千克左右的 一个壁体的3%左右 而我们人去忙抓的时候 人只能控制到12% 从这个角度上讲呢 相比比人的力控制能力 更要强一倍 之后呢 我们又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呢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它需要用气流去控制 吸取这样一个墨西哥薄翠饼 之后呢 轻柔地去抓取 这里的那个气流呢 经过我们测算 发现它的气流的气速呢 将近是150米每秒 对于这个概念呢 大家可以相比一下 这就是我们国家 现在最新推出的 磁悬腹列车的一个速度 将近是150米每秒的一个速度 这个速度相当之快 以至于引致了我们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相比它里面没有任何的骨骼 怎么把150千克左右的这个物质 完全地去拖动 像拖动一根煮熟的面条一样 这样实时地去实现力控制 和精确地运动控制的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它实现这样的一个抓取的过程当中 吸取的力的这个产生 是怎么产生的呢 那我们呢 依然是回归到了我们象本身 之后呢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实验 我们解剖了一头呢 这个合法的自然死亡的一头大象 之后呢 我们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奥秘 其实事实上 对于大家而言 看到右面这张图呢 大象 尽管它的象鼻是一个 没有骨头的结构 但是它的象鼻呢 从表皮到真皮 到其中的肌肉层呢 是一个硬软硬的三明治 这样一个结构 这个三明治的结构 经过我们理论上的验证和仿真 能够极大程度地提高 它在抓取过程当中的 局部的一个震颤 以及控制它的最后的一个接触力 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拿人去做比较 我们看到人和象的这个 呼吸系统有明显的差别 我们人呢 肺部和肋骨呢 基本上的一个比例呢 就是一个笼子里装着 和自己笼子一样大的 一个气球的这样一个肺 而象的呢 是一个笼子里装着一个 远比笼子小的一个肺 那所以说 在某种条件下呢 当象笔需要驱动自己的呼吸器官 去产生如此大的吸收气流的时候 大象就会有足够大的能力 去扩张自己的肺部 去产生极高的这样一个气流 通过我们这个分析呢 我们发现呢 我们把这个行为呢 推置到所有的哺乳动物当中 包括小鼠 包括猪 包括马 包括牛 也包括诱上我的自己的鼻孔 我们去测试 看是否大家都可以去做这样的行为呢 后来我们发现 只有象笔可以做到 因为象笔的鼻道的内部 非常之光滑 所以说在吸取的过程当中 它的压力的损失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而我们人 由于防御系统的 第一道防线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它有非常浓密的这个鼻毛 所以说不利于我们产生如此大的一个气流 自然界呢 经过百万年的这个进化呢 使得大象进化出一个 非常灵巧的一个象笔的鼻头 这样去抓取转运 分选各种物质 那么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仿生设计当中 您看到了我刚才的那款设计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非常有这个仿形设计味道的一个特性 那么我们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如果它的振动 或者是它的这个接触力控制 包括它的运动控制的精度不高 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把象笔的这个三层皮的这个结构呢 我们硬软硬的这个套装呢 套装到我们原来设计的这个壁体上 那么您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设计的这一款机器人呢 既可以非常灵巧 也可以达到非常柔顺的这样一个控制力 所以说这一款样机呢 我们准备帮助航天员去完成各种各样的日常的科研活动 帮助他们去完成生活当中所需的一些柔性抓取的这些场景 那我们想到对于我们而言呢 实际上仿生智慧一直是驱动我们产生新的设计理念的一个ideal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 是我们如何做好仿生学呢 其实我们需要去回归动物的本真 从动物的角度去思考动物 之后呢 仿生学呢 是连接动物行为 动物的机制 以及仿生产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那么我们返回到动物本身 这个回归本真的仿生设计呢 有助于我们在这三层当中不断地去推进 之后呢 产生最新的产品 产生最新的这个社会价值 来服务我们目前国内国外各方面的一个所需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